沒有聊系 美流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那今天呢 要來玩這個 羅馬歸來DLC 那這次要來玩二代裡面的 那雖然玩 雖然買了這個DLC 但是在二代也是可以玩的 雖然天梯不能使用這個文明 但是自己開房間玩的話是可以的 所以我這邊呢 就來開了 八個羅馬人 我們就來爭奪 誰才是真正的羅馬皇帝 八人混戰 都是極限的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摩羅馬人的能力 那羅馬人的能力的話是 村民蒐集跟建造和修理的速度提升5% 戰船系攻擊力加1 奴炮戰船和重型奴炮戰船進放是加1 遠防也是加1 總共是加2加2的樣子 那他的步兵呢 從兵工廠的這個升級呢 是會直接兩倍效果 所以點一防的時候就是二防了 哇 有點坦 然後點城堡時代在點二防的時候 都是他長劍兵最強的時候 到地用時代可以生成這個軍團兵 那軍團兵的話身體是800肉400黃金 那他的這個金冠呢 這個野戰軍喔 可以獲得這個鋸氣攻擊力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蓄氣攻擊 就地下會比較痛 但是沒有像馬上勤裝兵跟邊界兵那麼痛的感覺 就是小小一點的靈氣傷害而已 那主要這個是可以提升訓練速度 所以讓他爆兵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那他比較特別是奴炮的部分 奴炮的最小的射程可以降低 而且他的奴炮跟奴炮戰團系的射擊速度提升33% 所以這個後期如果要跟對方打工兵的話 出奴炮是蠻適合的 而且他的奴炮呢 還可以減免60%黃金喔 非常的多 而且還可以受益於彈道學 所以應該這算是有點超越高敏的感覺了嗎 這個便宜又好用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打一下這場八人混戰吧 好 遊戲開始了 這場比方我是用直播的方式來玩 然後順便教大家一些基本配置 那一開始我們也要用這個羊跟東西去探土會比較快一點 好 臭迷蓋我房子就去吃羊 然後你的這個刺口就要一直控 好 看到兩隻大象 這開局還不錯 那我的習慣是五個人 第五個人出來時候會去拉大象 這樣那個羊肉就吃的差不多 就不會浪費肉類 喔 找到羊了 OK 先把這兩隻羊帶回去 然後這隻往後走 再繞個大概半缺左右 好 那我會建議喔 拉最遠的喔 最近 呃 離門口敵人最近的 那這邊已經看到下面 我們就直接抓下面的大象來吃就好 好 大象趕快往回拉 那這邊臭迷就可以提早攻擊了 因為其實CD國2的大象很坦 好 手撐一下 好 手撐一下 OK 殺死大象 那 殺完大象之後 要記得去放肉 好 這個羊把這個邊邊角角探乾淨 就其實差不多了 好 刺口繼續走 好 放肉 那如果你覺得羊很卡的話 可以放旁邊點 就不會卡到他們 這時候我也會拉一村喔 去蓋這個伐木場 我靠這個 一代模式玩太久了 快捷鍵都會有點按錯 今天早上也在跟腿個 玩這個CD國1喔 算是二代裡面那一件的DLC 羅馬歸來的 玩起來跟一代真的是沒什麼兩樣 可是玩起來的感想就是覺得 羅馬歸來的DLC真的沒有必要買 他應該算是 四季帝國最近這幾年的改版裡面 最不需要買的DLC 其他的話可能都還可以再買一下 但是這個 真的沒必要 好 那我這個大象有點晚推回來 這有點尷尬 可能會斷肉 好 那我這邊可能會四目開喔 因為四目開的好處是 就是 請射這個大象 尷尬 呵呵 這個路感覺得有點醜 稍微微笑 這個遊戲真的是 邊講話邊玩 很容易就是會有一些奇怪的失誤 雖然平常也是會有 但 就是講話的時候會更明顯 很容易有些細節就做不太好 哇 可是我養這麼遠 想說奇哥怎麼找不到那兩隻養 OK 那這邊就補一下肉 這邊再繼續吃一下好了 好 趕快趕路 好 這邊用一個比較奇怪的開局方式喔 用吃鹿的去吃果 然後家裡出來的就直接吃大象 這樣效率可以再微微提升一點點 好 三個人吃 繼續把這個肉吃上去 那沒意外的話我是會打直層 好 稍微再圍一下 蓋個房子 好 這邊大家快吃完 就可以去吃 綿羊 那由於八家都是羅馬的關係喔 所以應該 後期最強單位應該就是 因為他沒有火槍兵嘛 所以應該是這個奴炮加 百夫長 就是他的軍隊 跟騎兵線 會比較適合 所以我穿一下 射一下 OK 這裡有多兩隻 綠羊 然後我們盡量 四個人吃鹿 然後六個人吃羊 這幾個 少一個 好 繼續吃繼續吃 好 之後稍微去看一下附近的地形 那我想一下 我應該要先白果給滅了 但是自己也不能被滅掉 所以直層是最安全的做法 好 這邊按到三村 然後破個黃金 待會就可以直接上層了 這裡木頭我們補多一點 然後十個人伐木 最多那種 好 蓋著好了 剛剛在想要蓋哪裡 好 剩下十代 吃火 趕快 繼續探 好 現在要這樣繞個幾圈 好 桶子 這邊補一下 誒 要虎視殺癢了 尷尬尬 你看看 因為你羅姆拉的這個 採集效率蠻快的 所以他經濟其實蠻讚的 沒什麼 這種很難上的感覺 好 該上的東西都是難上的 想破好 把這邊圍死 先把左面圍死 我就只要守右邊這裡大塊區域就好 防守範圍會相當小 就不會到這麼誇張的地步 好 好 那肉類可能會有點不太夠 傻農鐵嗎 好像在想 好像不用 死呀 怎麼會有一個敵人在我這 好像扁他 不行不行 我要趕快 把我經濟固好 讓我時間去搞別人 好 趕快把這個羊肉吃一次 缺肉缺肉 好 這邊再拉一條 看到對手 右邊有個人 先按個兩村 然後這裡補一個兵工廠 這兩個來蓋刺激 難道我上不去 有點像誒 好像要上不去誒 哈哈 好像可以好像可以沒事沒事 升級還沒有到非常差 OK 城堡塞點下去 這邊我們就稍微小圍一下就好 不要圍太大 好 這邊待會可以先補一個異級農 先把你家裡小小圍死 先把你家裡小小圍死 呵呵呵 唯一個最醜 好 下面這邊再補一個 好 下面這邊再補一個 這邊通常這個時候 你就會吃到異級農的這個加成 就不會有這個缺肉的問題 好 這裡就要趕快撒農田 OK 異級農好 然後這個 木頭也是有吃到 這個 撒了一圈農田 左邊這邊應該就這樣 好 不然再下個房子好了 把房屋左邊直接圍好圍滿 這邊趕快圍死 好 這邊下這個一級木 TC 大會想要補這個位置 所以我大會會 會把這個下面的法木場給滴掉 這邊先讓他們全部蓋完 按錯 按錯 好 現在一個兩村 然後 這邊想要買賣一下 因為現在經濟不太好 這邊想要先點 二級木 不得用這個 要用上面這裡 因為我要蓋TC了 好 這邊TC低調 好 補一個TC 欸 木頭不夠 哈哈哈哈 尷尬了 臭雲跑回去了 唉唷 太早把伐木場給滴掉了 唉唷 太早把伐木場給滴掉了 唉唷 太早把伐木場給滴掉了 趕快 補下這個TC 這邊感覺可以圍出去一點點 回得有夠醜 誰誰誰誰 幹什麼幹什麼 好 抽一扁炭 好 這邊我想要趕快補一個二級農 這主要是因為你TC撒完之後 馬上就要開始去補這個農田 所以黃金不要挖太多 黃金挖太多了 很容易會有這個 食物跟支援跟不上的問題 好 這邊就可以開始 撒田了 那撒農田的話我會稍微 避掉這個 木頭 因為TC附件木頭 其實如果能吃完的話 經濟會很好 好 那我們圍的就其實蠻輕鬆的 我就是有點會教大家怎麼 跟極限電腦拼經濟 後期的概念 不這樣子農的話很容易就會斷村 像這樣子 有時候會斷村的話 你還是要用 黃金去買下肉 把你的經濟給顧好 那現在有二級農二級木的關係 所以現在比較不太可能會再斷村 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這個自家附近的農田 灑爛 灑好灑滿 好 像這樣子你的村民術就會開始多起來 那差不多 灑到 15片田的時候 就可以再下第二個TC 這時候就差不多可以存一下資源 那新的TC我會下 右邊這個位置 這邊等一下木頭 好 都有二級木的加成 其實蠻爽的 這邊補一下輪軸技術 輪軸技術的話在三十幾吋 其實就可以點 那有時候 這是打架 如果打架的話 可能沒辦法那麼早點 但我們現在是沒打架的情況 所以其實可以早點點 是沒有太大關係 這邊我們稍微 防守一下 在打什麼在打什麼 吃我再打 欸 他怎麼出去了 他在我為好之前出去了 好 看來有點斷存 呵呵 好 這邊我稍微經濟調配一下 這個黃金挖子有點多 從這邊先過來 下一級 絕食 我想要先蓋一棟城堡 在家裡附近喔 把這個地區先防守下 我會比較安心一點 這邊 哇靠 果然大軍來了 這裡是有洞是不是 哇 有洞 真的有洞 呵呵呵 哇 好險好險 這算讓我逃過危險 剛好收村 好 這邊有點危險喔 先補移動房子 好 先提這個 瞭望技術 好 再補一個大石牆 好 趕快敲 趕快防走 好 那一樣農田了 我們盡可能的趕快繼續散 哇 這個給的壓力很大 具有壓力 這個應該不用 這個應該可以撐住 趕快敲趕快敲 哇 人家到處騎兵在那邊換 很可怕 絕命終結戰嗎 эфф 趕快挖 出第一棟石頭 這個城堡 好 把危險的地方 也稍微圍一下會比較好 哇 哈哈哈哈 笑死笑死 可怕可怕 這兩村 繼續圍 好 在家裡圍好圍滿 其實不太建議唷 大家在實戰時候像我這樣打 因為很容易就會有那種 出大事的情報 嘎 出大事了 怎麼有洞啊 我要把洞補起來 這個要升一下 好慘啊 哇 這三隻騎士無雙啦 他們沒對手啊 嗚呼 哇 他們騎士走那麼硬啊 是二房的關係嗎 好不管 我們趕快把這個城堡蓋出來 奇怪怎麼覺得石頭還是很缺 稍微買賣一下好了 來 從城堡蓋這裡 好 開始足城戰法 第二道防線喔 直接給他建立起來 繼續弄 繼續 沒事就開弄 這就是暴經紀阿 eus 啊快趴 好我來升級堅持 r 接下來在城堡 射聚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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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 Linior Edifico Edifico OKOK Prontus Linior Edif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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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太多人挖石頭 所以導致有點卡 這田有點醜 我們要來灑美田 小田好美 Prontus Linior Linior 這個快捷劍是不是射的有點怪怪的 怎麼按放村之後他們沒有回去工作 OK 經濟慢慢飆起來了 Prontus 繼續圍 沒事就多圍 Edifico 待會我們要出去 這裡圍好 Inpere Edifico 好 好 同學 Edif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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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ntus Edifico Linior Eeus Eeus 經濟效率變差了 Edif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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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了還活著誒 剛剛太忙了沒時間控 我以為已經死了結果還活著 好差不多蓋點帝王時代了 這時候差不多就可以升級出去了 好第一棟城堡我們蓋這個高處 然後右邊這裡在蓋動TC防守 就差不多 這邊敵木槍的時候不要敵到TC 所以他會問你要不要確定要敵掉 這時候就暗示就對了 如果是打TG的話你隊友就想偷了 好濃好濃 好這時候可以開始升工坊 這邊我會先打騎士好了 打這個寶兵 雖然這個殘量有點慘 先升這個百夫長 稍微可以去插一下 視野把這個視野擴出去 這裡的野是在哪裡啊 野是在外面這裡 趕快挖一下 來這邊就別挖了 這邊稍微空圖 好上面走出來 再加一個兵工廠 那會要補一些科技 全靈補一個 但我還要補一些科技 誒呀 這裡好多騎士啊 好 我們的兵可以開始往右 混過去了 好 這邊再逐城戰法一下 幹一個城門 喔有羅馬的味道了 呵呵呵 是吧 勢必沒有 你要瞎掰好嗎 補兩個馬就 要來判一下這個科技 換幾房 欸他有農田技術嗎 有 補個農田技術 這邊再補一個成本 完美 彈道學 化學 建築 麥木 撒田 好蠻好蠻 有人也帝王了 先把右邊這個傢伙給滅了好了 這個有點危險 這個傢伙我不放心 羅馬之王爭奪戰 憲政樂意中 開圖開圖 這邊是守城堡的 分隊 這邊把木頭賣一賣 然後轉出金銳 升級 三防豪 這裡下三攻 先塗一波 把村民塗光 好你也帝王了是不是 OK 這裡有城堡要小心一點 欸 幹他們該不會給我偷偷搞 搞頭夢吧 還問我要不要給他支援 他可以加入我 你怎麼有在烏魯魯 有有有有味道啊 烏魯魯的味道 好 剩下這個 擺圖長 冰有點多 這個科技深深 這個科技深深 哇 好硬 pus 開始在吳三球 笑 笑死 欸唷 左邊也殺到 什麼時候拿過來 幹他們一定是搞結盟啦 桃園三結ığını 一群 是吧 這裡開個車 哇 這個軍團長真的好坦 這棟城堡有點凶多吉少 怎麼辦 快跑啊 創意們 修都回來嗎 怎麼覺得箭矢射的有點不夠痛啊 完蛋了 好缺金 怎麼有金礦了 看一下哪裡還有金 左邊還有金 幹好像我被左右兩攻 左右假攻 小啊 小啊 兄弟們 哇 修起來了 好 巨頭趕快走 黃金不夠用啊 哇 這個打起來真的很硬欸 雖然我弱箱夠多 現在沒黃金 偷偷玩後面 嘿嘿 後面有點太多了 但沒有關係 看到後方偷挖 嘿嘿 偷挖黃金是細節 我覺得挖金很慢啊 喔 沒有二級絕金喔 搞屁啊 小奇怪 换 烏嚕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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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吶嚕嚕 烏嚕咕囝 烏嚕吃咕囖 好 這裡一樣 蓋個房子圍一下 就是不嫌多 一直傻 一直爽 好 村民 稍微收村一下 好 開始 轉成 看這個烏魯魯 之前 用的時候都沒有反應 啊 我知道了 師爺魔女其實沒辦法用 奇怪 怎麼現在開始烏魯魯了 笑死有夠吵 到後面這邊伐木 這裡已經不安全了 那個黃色一定是有個人結盟 分數超高的 羅馬大戰 到底誰才是最強的羅馬人啊 好 村寶繼續拆 好 現在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拿下這一片區域 聽起來有點嘲諷 不知道為什麼 好 後面還有黃金嗎 看起來沒有 不然想要再偷挖一點黃金的時候 啊 使道也不錯 好 升級 大衝車 好 常見兵也升一升 好 再把這個 百夫長升級好 好 還是毒根啊 哇 七十幾片田肉應該是夠啦 但黃金等等可能會很缺喔 所以 可能要轉步兵會比較好 遠程挖石頭 這邊稍微溜一下 啊 也可以來 Euh 阿巴爾瑪 阿巴爾瑪 更好 還是把經濟擴出去了 對面對我發動總攻 趕快集結兵力 軍團兵升級 軍團兵升級 欸? 黃色來幫我 水喲 雖然我跟他也不是盟友 至少我們現在有共同敵人 阿BadarPugnemus 咚咚咚咚 紅色還不投 看來他覺得還有一線生機 所以還不想投 喔 把紅色毒掉應該就差不多了 不想像 這裡要怎麼打 先把黃色給滅了 我覺得黃色是一個極大威脅 沒想到這個八人混戰 打的蠻嗨的 等一下我們是不是可以跑貓易阿 欸 灰色滅果了 笑死 OK 現在有三加銀金 終理了 好 稍微往左邊側 剛才開始進攻左側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下一個人就是我了 先把右邊的兵全部召回 這裡沒有東西可以採 黃金只剩下一戳 怎麼辦 沒有資源阿 這應該也沒了吧 紅色也打GG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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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隊集結 衝車回家 留下那個 到處插一下這個燒戰 然後蓋一堆軍營 先看一下這個黃色在搞什麼鬼 這不可能有黃金了吧 這不可能有黃金了吧 哇唷欸 嗚 高度 開挖開挖 空間這裡 可以 似乎可以先蓋一棟城堡 現在是我的根據地 好 兵力 全部集結 在中側這裡 直攻黃色 把黃色滅掉 對了 好 欸 靠紫生一戳喔 呵呵 一戳一隻黃金阿 萬人掏金 看各位在後面偷偷掏金 這裡偷殺一下村 這裡也是 OK 上面直接輾過去 該讓這個黃色知道誰才是真正的老大 衝阿 羅馬軍團 死死妹 百夫長好猛阿 黃色分數第一次吧 他怎麼沒有城堡 現在發現他還沒城堡 好 這邊就讓村 讓自己的騎士亂竄 就可以打到最好的效果 好 拉一點兵 手下 軍警投資機 就沒問題了 所以也沒有黃金 好 現在就是到處找黃金嗎 找到一塊是一塊 木頭有點太短了 上完第一線 想讓我的軍團能力 再上升個檔次 OK 強大的軍團兵們 出動囉 這裡果然有敵人的 先蓋個市集 先蓋個市集 用車盤趕快拿掉 好 上面 後面偷金 好 偷蓋市集 OK 但你沒想到 單人作戰時 還可以 跑貿易的時候 OK 又有兩國滅了 剩下黃色跟綠色 綠色在我右邊 但我覺得黃色應該可以先解決掉 現在多根大隊已經在路上了 對方應該也沒辦法堅持太久 他感覺好像也不用跑到貿易了 這樣實在 有人 不願撤退 右邊開始 我東西跑過來了 衝啊 軍團兵 肉金 兩萬了 好多 哇 下面怎麼多城堡 我現在才看到 右邊 這邊 可能 要死守了 我想一下怎麼打 還有兩千多石頭 這邊應該要建立一個 城堡聚集地 死守此區 就有機會了 這裡先蓋兩棟城堡 5000 死守 石 城堡 還一斟 更塗起來 我覺得羅馬劍 主屬血量有點多 還是是我錯覺 來了來了 對方要發動總攻了 屁股要熟久一點才比較好 可是現在調部隊回去 可能就守不住了衝車來了 OKOK他滅了他滅了 各位閃了各位閃了 趕快趕快 調兵 離場離場 別打了別打了 要打確定是無事打 先把這裡當最後防線 EUS Tibi Serbio UGNEMUS SALVE ADARMAAA PAMOI PAMOI 突然跑回去 就是了 SALVE EDIFICO INPERA COMFESTIM FACEM T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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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農田有臉被受創 好 第二團步兵殺回去 擋住這一波應該就我了 各位 我們 要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啦 穩穩地 把多一點人喔 把他出去右邊這個地方 直接逐城 對方好像也 怕要斷經濟啦 這其實不多了 是不是還是沒有點 品種沒有黃金 肉太多 買賣 繼續報兵 哇 現在應該這個城堡會出事 比過多阿 完了 衝車也送光 第一波前壓出事啦 現在來工程機製造所 慢慢攻進去好了 看來要第一時間攻進去有點困阿 好像又可以了 提掉提掉 提掉提掉 I'm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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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滿 瘋狂集氣 這裡有共享幕序嗎 沒有人說要跟你共享 去吧 騎士 這個 军頭司機到達 現在高地駕起來 衝車從後面督進去 屎屎妹 看到看到 好 哪裡可以插神寶的 這個位置好像蠻適合的 插一下 好 好 好 衝啊 好 巨頭硬拆 資源村民 步兵全部集結 繼續督 沒木頭 第一村 好貿易 繼續顧經濟 好 再跟城堡蓋完 換上面 好 這樣到處插城堡 應該 他很快就會涼掉了 看來 最後是我要同意羅馬的 還有石頭 哇靠 2023點了 居然還有石頭 換一下 好 好個貿易 很舒服 一直有前入戰啊 107 這裡怎麼游一個 死光了死光 這棟城堡很給力 城堡上 這邊第二波 下面還有一棟城堡 哇城堡數量其實蠻多的耶 火龍小墊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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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最後的爆 衝啊衝啊 屍屍妹 這裡衝車要趕快下去 這裡要來三台 頂掉 然後上方繼續輸出 一樣先把下面優先解決 拿幾隻騎士到下方 看有沒有拖挖木頭 好上方這個城堡應該是拿下 再跟城堡趕快蓋 再跟城堡趕快蓋 不能蓋 好先把這個城堡拿下 換這裡 城堡拆除作業 好修道院 吃虹被打噴了 畫下 畫下 土農的村民 穩辣 哇這個羅馬軍團 軍團兵十二加九 近遠房個六 精銳百夫掌十五加九 哇舒服 攻擊力是遠房七 跟鬼一樣 難怪這個文明不能在田地上出現 這個確實會 讓平衡有點 微妙 會變得有點不太健康 好這個精銳百夫掌 攻擊力十五加四 十九光還是蠻高的 雖然有點貴就是了 小貴小貴 但保兵馬 小貴一點是能接受 美超風的 欸妳怎麼還不投降啊大哥 到處找東西的阿 moon moon PUNYE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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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聚聚啦 打了49分鐘 終於打完了 大鐘還沒結束 PUNYE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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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貓衣我就完蛋了 直接窮死 哪裡還有礦產呢 礦產好像被吃得差不多了 這裡快點吃完 好 我們就繼續跑貓衣 好兵力再次集結 子宮局國國門 該走了該走了 撤軍撤軍 好 重新集結第二波力量 還以為打完了 結果 欸 真的是齁 這個兵到處閃落 OK 看來這門可以再遠點 喔 原來他快被滅掉 好 又慢慢濃起來 也是 好像都是羅馬人 羅馬人不打羅馬人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快到前線支援 好 看到地獄洞城堡 目標就是拆除城堡 為優先 好 工程器開始看 先打巨頭 打一台賺一台 呼 繼續賣咯 木頭見底 有 該不會他也在跑貿易 打巨頭 奇怪了 他感覺也很窮欸 很窮怎麼還不跑 OK 53分 終結了這場羅馬戰爭 1 一個人頂住了八國AI的 侵老 終於守下來了 最後我們的戰績是殺了1148個單位 損失263而已 那拆除建築519 經濟的話是 大概看這樣子 貿易的話只有2000多 我覺得羅馬這個文明 玩起來真的蠻有趣喔 只是 玩起來還是需要再平衡一下 不然這個強度實在太強 如果八國都羅馬的情況 就會真的很硬喔 你就看到那個步兵跟起兵在互打 誰出工兵 誰下水餃 還有工程器 也是一大堆一直出 玩起來其實蠻硬悍的 如果有興趣想玩羅馬的玩家 也可以去玩一下這個 羅馬歸來 DLC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不想要花這麼多錢 只買一個文明的話 那還是別買 你去買波蘭阿 或是波西米亞之類的 或是越南這些印度的文明 可能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這個文明真的是 偏娛樂性質 好啦那這次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幫我記得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按一下 怎麼了 不瑋 其會 按一下